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古装剧《长相思》第二季一上线 就迎来小妖和风龙大婚 防风被下线的名场面 大家喜欢《长相思》杨子的婚服吗 追古装剧 大家最爱看的就是大婚场面了 最近热播的《墨云剑》 杜华年也都有大婚造型 过去的知否 东宫 苍蓝绝 绝美婚服更是都很出圈 而之前网友也投票评选 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10 一起来看看吧 网平 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10 杨子 王红义 《长相思》第二季 《长相思》第二季一上线 就迎来小妖和风龙的大婚 剧中小妖和涂山景情投意合 然而涂山景被防风意应陷害 不得不放弃小妖 小妖绝望之下打算放弃自己的幸福 嫁给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的赤水风龙 然而就在小妖和风龙即将结为夫妻的时候 防风配出现了 她来抢婚了 防风被当着众人的面威胁小妖 让小妖跟她走 小妖破云无奈只能被她拉着走了 小妖没和风龙结婚 几个男人都送了一口气呀 不过这场大婚之后 从此再无防风配 只有陈荣义军军师 向柳了 之后也将越来越虐 长相思的婚服还蛮美的 头饰看起来很华丽 很符合小妖大王级的身份 望平 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9 吴蕾赵露丝 星汉灿烂 月生沧海 星汉灿烂的婚服也很美 剧中林布宜 每次登场都是一些黑衣 冷峻又难清静 这套红色婚服 让林布宜 显得不再那么高冷了 而少商 穿红嫁衣 也很温柔典雅 不像初登场时 那个张牙舞爪的 叛逆小女娘 这两人认谁看 都是登顿的碧人啊 然而星汉灿烂 也是在大婚时开虐 林布宜与成少商大婚前夕 林布宜选择报仇 为了不拖累成家 选择抛弃少商 好在最后 林布宜与成少商 兜兜转转 还是获得幸福 望平 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淘宝八 白净庭 宋毅 长风度 长风度婚服太美了 去年长风度热播时 宋毅的婚服造型就引起热议 宋毅在长风度上的柳玉如 从小被迪姆欺负 后来因故不得不嫁给扬州当地的纹裤子弟 顾九思 这场婚礼 刘玉如可是相当委屈又不情愿 长风度距离这套绿色加衣 很受好评 宋毅本来就很适合古装 凡夫的婚服搭配搭红唇 把她的小脸衬得更白皙了 而且古韵十足 望平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他不妻 侯明浩 周野 虎兴 虎兴剧中天药多年前曾爱过女配素颖 一度要和她大婚 却没想到素颖接近她 一直都是别有用心 天药在大婚日被抽筋剥骨 也让她不再相信人 后来终于被元气少女宴会 一步步治愈 不同一周也在山河令穿的绿色嫁衣 护心的婚服是白色的 这套也好美 和杨子在香蜜穿的白色婚服有点像 望平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6 人家伦 景田 大唐荣耀 大唐荣耀都已经播完那么多年了 但剧中的大婚造型还是让大家忘不了 剧中景田穿红嫁衣真的太美了 景田本来就是个名艳的美人 特别适合红色 而大唐荣耀的嫁衣也超级美 用大红花代替头冠 额头上的花店很有唐草美人的feel 而剧中 沈珍珠多年来寻寻觅觅的救命恩人 原来就是她嫁的这位 只是大婚当晚还不知道 网平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5 陈兴旭 彭小冉 东宫 东宫的大婚名场面 君君也很爱 东宫前期有一场充满异域风格的婚礼 小枫和李承鄞都换上了异域婚服 这场婚礼和传统中世大婚很不一样 不过后面就开虐了 小枫本来开开心心和顾小五结婚 殊不知是引狼入室 顾小五摇身一变 变黎朝皇子李承鄞 然后灭她全族 杀她全家 真的是心碎满地 后来小枫和李承鄞双双失忆 命运又将两人纠葛在一起 小枫注定要成为李承鄞的太子妃 本来失忆的两人又重新萌芽爱情 殊不知小枫在大婚前夕 知道了是李承鄞 为了登上东宫之位 待人灭了丹蚩 小枫第二次被李承鄞伤透了心 无法接受要嫁给灭族仇人 两人明明都爱着对方 却要假装不爱对方 大婚日没有半点喜庆 又虐又甜 玻璃扎里找糖吃 网平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4 于书欣 王鹤弟 苍蓝爵 苍蓝爵是公然造型非常精致的古装剧 剧中的大婚造型也美得让人印象深刻 东方青苍和小兰花开启人间副本 在一连串阴错阳差之下 东方青苍化身东方圆外 要与花魁谢婉清成婚 小兰花成了东方圆外的妹妹 要和肖润成婚 谢婉清和肖润分别是赤地女子 和长恒在人间历劫的身份 乌龙越闹越大 但这婚也只能硬着头皮结了 苍蓝爵一场婚礼两对新人 但四个人心情截然不同 谢婉清和肖润 因为自己能和心爱之人成婚而开心 小兰花和东方青苍却是五味杂陈 网平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3 杨子 邓伦 香蜜沉沉静如霜 算算杨子在香蜜沉沉静如霜 穿过四次嫁衣呢 最经典的就是剧中 锦蜜和润玉大婚的白色嫁衣 古装剧很少嫁衣是白色的 而锦蜜这套白色嫁衣 华丽又大气 真的美 不过这段剧情很虐 再来看看香蜜杨子的红嫁衣 与黑嫁衣 除了喜庆的红嫁衣外 黑色嫁衣也好美 很有模组的味道 看起来很有气势 不得不说 香蜜的造型设计的真的很不错 这几套嫁衣各有亮点 网平 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2 赵丽颖 冯绍峰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大婚造型非常经典呀 每次讨论到女星古装婚服这套都会被提 和其他的红衣不同 知否这套是绿色的 其实这是还原宋朝传统一致 其实在北宋时期有 红男绿女的说法 女子穿绿色是地位的象征 当家主母都穿绿色 随处穿绿色嫁衣 显示位分 而赵丽颖头上那顶巨型头冠 也是经典 一看就知道很重 最终他把头冠拿下来时 额头上还压出两个印 头冠越大越华丽 也显示新娘子的身份与尊荣 代表嫁得好 网平 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Top1 龙云系 白露 长月静明 获得冠军的是长月静明 长月静明的大婚造型真的好看 龙云系和白露在长月静明结了四次婚 四场婚礼风格都不太一样 像是明夜和桑九的敦煌风婚礼 飞鸟拉着礼车 使者飞天跟随 大气磅礴 华丽庄重 每一个画面都精心设计过 而且充满东方美学 万语都笑说 这大婚每一幕都是经费在燃烧 还有夜西雾和谭台静的血虐大婚 夜西雾在大婚之夜 成功集起了九颗试魂钉 亲手将试魂钉打入谭台静的心 更狠心的说 我本来就是来杀你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谭台静因此绝望吐血 虐诈 墨云间杜华年婚服也超美 而墨云间杜华年这些近期播出的新剧 则没有在网友的投票选单中 不过君君也带大家看看 今年古装剧的各式婚服 首先是大家等了五年才等到的清云年 范贤和婉儿大婚 这场婚礼当时还被网友嫌弃 拍得很阴森很寒酸呢 但造型还不错啦 然后是墨云间 萧衡和薛芳菲的大婚 墨云间算是架空古装剧 但造型参考了宋朝 剧中的婚服也遵循了红男绿女的传统 绿色是尊贵的颜色 芳菲嫁尽萧嫁 也是要成为当家主母的 所以穿绿色 杜华年 李荣和裴文轩也结了不止一次婚 剧中李荣是大夏朝长公主 裴文轩是她的驸马 长公主结婚 当然不能失了面子啦 所以剧中的大婚场景 也很盛大 婚服超华丽 还有走奇幻风格的 胡亚小红娘月红篇 剧中杨幂陈瑶的婚服 都很吸睛 造型设计的很吸睛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 古装剧最爱的绝美大婚造型 套布诗 你最喜欢哪部剧的大婚造型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